各位顶姐妹早晨 我是郭健文牧师 今早和大家分享诗篇136篇的内容 有人叫这篇诗篇做伟大的赞美诗篇 那个人认为是真实和极宝贵的 这篇诗篇颇有特色 因为每一节都是以因他的池爱永远长存作结束句 整篇诗篇共有26节 即是说一共讲了26次 因他的池爱永远长存 为要重赞天上的神 他的池爱永远长存的 这一点是我们所信靠的神的本质 使徒约翰在他的写作这样说 因为神就是爱 换句话说 神和他的池爱都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我们当向神深存谦卑 向神发出至真至诚的敬拜赞美 诗篇开头那三节 每一节开始都用上里门要清謝 所以这三节的经文在一起 就组成起始敬拜的宣召句子 并且讲出敬拜对象的名称 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的意思 他是万神之神 即是说至高的神 没有其他神可以比以 他是万主之主 是至高独一的主 这样属神的子民就当来敬拜 虽然神是超然高高在上 但是神却苦咒我们卑微的人 并且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美善的事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彰显在神创造的奇功 经文第四至九节 描述神用智慧造天 造陆地和可阳 造太阳月亮星寿 管理白昼和黑夜 并且叫万物生活在其中 主为人类所造的 是何等的奇妙 主知道我们的需要 就为我们预备妥当 我们吸入每口的空气 叫我们能够存活 太阳光照给我们温暖 真是贴心 神的慈爱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彰显在人类历史中 诗人特别提到 神除了是伟大的创造者 也是全能的救赎主 他听到子民的呼声 为了从埃及暴君手中 救出他的子民 重重地凝罚埃及全国 最后 神用大能的帮备 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 过红海 进迦南 其实只是用三言两语 来总结上述的情况 实在太简单了 相信当时的情况 是惊心动魄的 都是神保守他们 才可以安全地度过 在诗人的描述 那引导自己的文行走旷野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句诗词深度的 说明神的慈爱是长阔高深的 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神 落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中 只是神从不放弃他们 即使他们周而复始地反叛 埋怨不信服 神仍然陪伴他们度过 这些苦濕的日子 还有为他们争战 除去一切的障碍 成就他的应许 在以色列人身上 如果我们问以色列人 是不是应得神永远长存的 慈爱呢? 又或者 我们苦心自问 我们是不是应得神 永远长存的慈爱呢? 是不是很难作答? 是真的 很难作答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只要知道 他力慈爱是永远长存 所以 信靠神的人是有福的 你和我都是信靠神的人 就必定蒙福了 因为神是以便以借的神 神帮助我们 从今时直到永远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主愿意与我们亲近 主在人类历史中 以行动事实 印证主的慈爱 是永远长存的 我们中间有信心软弱的 求主兼顾 并赐我们信心 专一的倚靠神 奉靠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